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 我并不说对任何人做赞扬 但它是一个事实 我以前曾经住过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它办了一个活动 是由当时的一个议员 这议员我的名字我都可以告诉各位 是一个老太太叫黄玲玲 她在第一次出来竞选的时候 她说她以前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出来竞选议员 人家觉得很意外 她非常亲和 她住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住宅 她家里的客厅的外面就是马路 所以你在马路你都可以经过 你可以坐客厅里面看电视 她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主妇 而且她是大学毕业的 她说她就任命做个家庭主妇 结果后来没想到老年的时候 人家说她觉得说想要出来做点事情 结果她出来选的时候到处拜票 她每天戴个帽子 到室内室外她都戴个帽子 结果因为她连选得连任 她连任了很多戒 最后她讲说她太累了 她想要不想做 但她亲和力非常好 她戴个帽子 人家就讲说你为什么要戴个帽子呢 多不礼貌 见人应该脱帽 她说我就亲眼看过她 她当众 她把她帽子拿起来 她说我是怕失礼 因为我头上没有几根毛 一个女人 一个老年女人 又化眉又擦胭脂的 她没有 她很素 她把她帽子拿起来 头上果然没几根毛 秃头嘛 女人秃头会很难过 会戴假发 她说她不戴假发 她觉得戴假发太热也太虚伪 就戴个帽子吧 因此她就戴个帽子 就是她的形象 我刚刚已经讲了 名字都有了 人也有了 我今天要讲说 为什么今天跟主题有关系 就是新北市有一个活动 叫做艺术下乡 这个艺术下乡在中国大陆就有 中国大陆各地方的文工团 都常常要搞艺术下乡活动 所以才有很多人 很多的艺术家 都是因为他们原来在乡下 没有文体活动 有艺术下乡 有戏剧 地方戏曲什么来表演 他们就充满了好奇 充满了 然后于是就想要投身艺术活动 很多音乐家 艺术家 都戏剧家 都是这样来的 他们原来家庭 那个乡下地方没有活动 最简单就是二人转 东北二人转人 都是这样 都是乡下人 所以他们 他们向往做 做这种表演的生涯 那这就是艺术下乡的 那个 这个概念 但是这要有经费 这个经费就是由 刚才那位 那个市民代表 他提出来的 结果核准 核准之后 就好几年 现在还有没有办 我不知道 反正都有经费 有经费来办 那这个活动 我以前住在那里的时候 他会印一个表 印一张这个表 他每个礼拜 不是每个礼拜 有的时候是隔多久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在某一个社区 他的做法是这样 我跟各位参考 我这个参考就是说 高雄市的 没有这个活动 所以高雄市是一个文化沙漠 艺术沙漠 典型的 但是新北市以前就做过 他是这样做的 就是各个 他希望各个礼来申请 不要钱 你只要说 我这个礼像很多现在公寓大厦 有好几百户人家 然后他中间有个中庭 因为你要办活动的话 你就要吸收外面的人也来看 因为他印在那个表上面 比如说这一次的活动是在哪一个社区里面 你就要去找那个社区 有些社区你听到名字 你一定不知道在哪里 但他有地址 你就要寻着地址去找 因此我几乎每一场活动 只要我一看我喜欢 比如说有国乐 有外国人演奏 乃至于说有爵士乐 外国人 外国乐团 还有什么各种的口琴演奏等等 那只要是我喜欢的活动 我就把它勾起来 然后定在乐历上面 然后到了那天之后 我就会去看 因为他都是晚上 那每一个里的那个里长 他由他来申请 不要钱 那这些演艺团体的费用 是由市政府文化局来支付 然后这些活动人进来之后 这些里长他只要 他只要有那些塑胶椅子 叠起来那种塑胶椅子 那个塑胶椅子 好像文化局也可以借 拿来之后铺好之后 然后他们只要自备矿泉水 然后再来在门口接待 请进请进 因为你不是这个社区的 你去这个社区的主要目的 不要透过警卫 他直接请你到那边去坐 也就是你有限空天就在那个中庭里面坐下来 我曾经听过很有名的音乐家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捷的 那个小提琴四重奏 还有那个铜管四重奏 都是在这种野台的方式 就在露天的 那当然因为我喜欢音乐 所以我都会坐在第一排 就在面对这些音乐家们 表演艺术家们 所以你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技术 因为包括他 他那个收音什么都没有经过软化或经过过滤 就是直接的 乃至于有些根本连麦克风都不用 就是live的 比如说管乐就不需要 小弟心也不用 所以很多的技术 你在都是第一流的演员在前面 乃至于那个爵士乐都有 还有一个南美的音乐也在那边 我很多的南美的乐器 像Kina 我都是在那边 Gina 我都是在那边看到学会的 还有很多很多 只要你想得到的 他都会有 只要这些艺术家可以去文化局去登记 然后文化局审核之后 然后就可以就安排 那你就可以去看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 每个月一次 还是几个礼拜一次 或怎么样 那个schedule是NG他们排的 那还有口琴 口琴演奏等等的 那甚至于他还会有一种体验活动 就是他可以当场教你 如果你现在拿了乐器到那边去的话 他们跟你一起来 我曾经在那里 我不知道是吹什么乐器 我忘了 他当场同乐嘛 他就会说 谁会吹的话 那就我们就送个礼物 吹了什么 你只要会玩乐器的人都可以冲上去 我这个老头弱的冲上去了 我马上玩了之后 马上得到礼物 凡此种种就是一种与民同乐 我觉得为什么高雄市政府不办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你不会办的话 你去参考一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吧 另外我再提一下好了 新装 新装